嗨 大家好 欢迎收看葵花科技 提到海底捞 小编一众好友已经在屏幕前流着口水想要立刻点一桌了 但是小编不想和大家介绍海底捞有多好吃 自己体会就好 只是想要告诉大家 就连海底捞都要随着科技的发展 走上了赶时矛的道路 竟然即将要开业一家智慧餐厅 整家餐厅都是由机器人来负责 这家餐厅将会在北京正式开业 整家餐厅会融合智能监控 自动出菜 传载机器人 私人定制配锅等智能化服务 所有的智能化机器人就会根据客人的选择 自动下单 自动配单 然后送到客人的面前 整个过程非常的迅速 能够减少客人的等餐时间 不过不少人看了相关的海底捞信息之后表示 全部都智能化 那么以前最贴心的 怕你孤单吃小熊陪你系列还会有吗 难道吃饭的时候 对面会直接做着一个能说会到的智能机器人 好在海底捞的创始人张勇表示 人对人的服务会更加温暖 不会让机器人完全替代人工服务 不得不说 在机器人发展如此迅速的时代 要是我们还是不努力的话 未来肯定会被机器人给替代 看到这里 小编决定回去苦毒师叔重新回到校园了 你们呢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是你们的杨 更多精彩请关注葵花科技哦